Lets Unboxing 我是刀�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就是 Mo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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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n Lighter Rainbow Products Masterverse Skylighter 上次和大家開過同系列 RMW系列的Super One 各位的反應都不錯 除了Super One之外 都買了幾款系列的頭 跟大家再繼續分享 慎防有兄弟沒有看上一集 都跟大家輕輕介紹一下 Rainbow這間公司 其實就是東映一間御用 幫他們製作一些特殊片 戰隊、拉打等等 一些特殊片裏面的道具 腰帶、變身器、變身item 所有硬件上的東西 都是由Rainbow這間公司 幫東映製作的 這個系列是由Rainbow去監修 大概都有 好像20年前左右出版 由這間官方的 道具製作公司去製作的 一個頭雕擺設 廢話就不說了 開出來大家先開一下眼界 這個系列 因為我們小時候很想要 但是很貴 但是試隔了十幾二十年之後 不知為什麼 我上網購買 很多人都便宜 所以我們就趁低吸納 OK 好了 我們又去劈開這個急凍龍蝦 好 來吧 哇 一看它 也有回到歷史 那些牛油紙全部都黃了 好 但是全身未開過 好 我們先檢測一下 剛剛 超美 好 OK 那 像不像Super One一樣 可以趁這個機會 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Shoot Actor 戴過頭盔之後的試點 那 這些就是他們那些透氣位 全部刺孔的 可以梳到氣 因為如果你不梳氣 那些全部都是下氣 我猜 我猜 應該 是這個位置看東西的 大家不要誤會 拉打 那些複眼不是看東西的 是裝飾 那 通常就應該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是那些 單面反光的膠片 那 如果你不梳氣的話 這些膠片 全部都會是蒙 全部都是下氣 那 還有這隻複眼 都會全部蒙 都是那些 下氣水晶器 那些 所以一定要有些 梳氣位 就比較好些 好少少 那 看看裡面先 好 那這次就七黑一片 上次Super One 都見到 他有些 強化纖維的痕 還有看東西的位 那這次Skyrider 就沒有做到 那 我相信 我多年 看特攝片的經驗 就應該是這個膠片 做了一個單面反光看東西 左的底 寫著 Nishimori Pro 就是這個石心 張太郎那間製作公司 另外東影 以及Rainbow造型 證明這個東西 他們有份監修 但是 最後 上次有兄弟都說過 但是 說到最後 原來都是中國製的 不知道 可能他們中國有工場 總之 這個頭就是 經過幾間官方公司認可 不是亂按來的 好 安頓好頭 之後 就有 都是有 兩批天線的 好 它有分左右的 一邊粗 一邊幼 那 交換又捉不到 以前看電影的時候 沒有什麼留意 那條天線 原來有些 有些弧形的 向外兩邊打開 挺有趣的 好 之後 就是頸巾 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對這條 Skyrider的頸巾 我一向都很有意見 有什麼意見呢 就是它有一些 斑點 好奇怪 我覺得 好噁心 那些斑點 可能我有一些 密集恐懼症 我覺得很噁心 可能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留意 但我一向就 不太喜歡 那條頸巾 有點噁心 好 那我又是 隨便打個列 OK 好有型 還有說多一點點 頸巾的問題 這個Skyrider 大家知道 它有一個 重力控制裝置 所以 令到它 成為超和 拉打裡面 唯一一個 能在天空上 飛翔的騎士 但是 它飛的時候 這條頸巾 是會 突然長了很多 好像兩塊 那些滑翔翼 是這樣的 哇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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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看看 先 轉個靈圓 嘟嘟嘟 嘟嘟 大家看到嗎 它這裡做了一個 開關的 轉輪 因為 我上集 都跟大家說過 Skyrider 它被譽為 這個 超和系列拉打的 頭盔裡面 的最高傑作 因為 超和拉打 由1號去到 Stronger 頭盔戴法 都是上下級的 即是 是戴了下巴 一條橡筋 固著頭頂 然後再 套上頭盔下去 從Skyrider 開始 就變了 前後打開 所以你看到 有轉輪 當時 就是這個位置 做一個分割位 可以揭開這裡的 好處 就是 頭部 會收窄 很細 很窄 很漂亮的比例 但是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不是每個人的頭型 都適合戴這個頭盔 Skyrider 因為 跟Stronger 都試隔了 4年之後才推出 東映 為了隆重歧視 無面超人 的 重生 所以Skyrider 這個設計 真是落重了心機 層次感 嘴巴 很複雜 很漂亮的 還有 視點 也是很完美 沒有之前的 拉打 看東西位 那麼明顯 對比同期 七八十年代 東映其他特殊片 它的頭盔 都很大 那麼 一到Skyrider 之後 都很黏 整個樣子 都很聰明 沒有那麼搞笑 那麼可愛 那我這個 它就是 寫是 強化版的 就是 後期 七位前輩 幫Skyrider 進行強化之後 強化型態 應該就 嗯 嗯 是淺綠色的 但這個 都好像這麼深綠 那樣 好 那麼就拿了 Super One 出來 即是呢 Super One 是在Skyrider之後一年出的 但是Super One的頭 都不夠Skyrider的那麼Slim 就是 修的面型 修得那麼漂亮 所以 難怪他以為這個 超和Rider 最高傑作 頭盔 另外呢 大家看到 他們的後腦 都一樣 都是由這個位置揭開的 即是開拓了這個東影 那些特攝英雄 那些頭盔的 新一個製作方法 今天的 爆箱指數 8分 都是巡例那句 玩具都分很多種 有一些是高可動的 有一些是擺設類的 這個 很明顯就是擺設類 即是 若果是 大家 好像阿刀 對於這個超和Rider 這麼Hardcore 說得那麼厲害的話 這些擺設就真的沒得頂 因為你由那間製作公司 直接 他們去 即是不要說製作 他們去監修出來的 頭雕擺設 其實的象徵度 真的很高 那個複雜程度 是完全 將那個道具 呈現在大家面前 試繪一點 說句 如果當年他剛剛出 可能 九幾年的時候出 那時候都在讀書 對於學生來說 一個擺設頭 要賣到 千幾二千元 是沒有辦法 可以 負擔得起 即是 即是你出來做事 千幾二千元 買過這樣的頭 因為它是一比二 就不是一比一 尤其是 尺寸是有些小 你用千幾二千元買 就算你在做事 都有點奢侈 但是現在 不知為何 日本和香港 都很多人去便宜 我好像這個Skyrider 都是一千元 鬆一點 Super One 就八百多元 左右 如果幾個水 一千元 一千元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 好了 今集和大家 就開了Skyrider 的頭 其實除了Skyrider 之外 我還有買了 另外幾個 超和拉打 即是RMW 這個系列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大家如果想繼續看下去 就留言告訴我 再拍片給大家看 今集暫時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TOUR